國財兇 他說他的芭蕾 種幾六個月 但是怎麼都這麼小粒 有需要放放線菌 他會讓我有防化 是不是包太多 包括皮粒要怎麼使用 老師 這個田豆是葉子 這個部分要注意到 小粒我們不怕 他說他的粒太過頭現開 完全是打到白白 這對芭蕾來說 這種作法好像有一點點過分 你的芭蕾還很小粒 所以不大粒是剛好而已 所以這田豆是這部分 是沒什麼要緊 但是這個花的乾乾 這可能要稍注意到 這先看起來是因為那時候可能冷 因為你把它現開 現開的時候 讀到那時候冷 去看著這個問題應該是比較大 所以這部分來說 可以給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了解 所以這應該 如果是 這麼大粒 這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 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沒什麼要緊 因為你那時候還是太小粒 所以一般如果是頭一年 是沒有人敢讓生那麼多 這你看起來 這個 再來就是說 因為你包的時間 剛好在比較冷的一個 這個規則 譬如說 它是 當然冷 看的時候 芭樂一定會好吃 要不要大粒 粒頭沒有太大 但是一定很好吃 那個氣味很方便 這還不錯 這是不是 這有 這有 聽眾朋友是不是有拿到我們樓下來 我們 是不是有拿到我們樓下來 沒有 那個是老大買的 那不一樣 因為 你覺得個頭很像對不對 對對對 那粒頭都差不多那個 那個不是 那個粒頭 都要洗掉洗掉 所以這可能是沒有什麼要緊 只是說 你的障礙稍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葉子上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有去看得到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含 我在推斷 可能是含這個含海 不然就是這個 你是不是就被它去想得到 沒有這一般 有這種的這個答案 是不太正常的 是沒有什麼正常的 所以這你要收 電動這部分 要小心注意一下 我是個人是因為說 導師 因為看這個樓 應該是有去看得到 應該有去看得到 去盪到 算去做生的這個問題 而且你還完全現貴 這個芭樂是做自然開心性 但是不是平盞的 不是把它變成像在種苦瓜 種菜瓜 變成平仔這種方式 這樣子不好 因為你完全無則無言的時候 有時候在這個樓 是會有太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修正的這個部分 如果是說芭樂這個基本形 你可能要他再做一個這個條證 你會發現說 他比較嚴重的都是中心 那個樓應該這是去看得到的 這我個人的這個看法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 如果是芭樂大得不夠 那包太多 長得小長 所以這不算要緊 這應該是很快的 你就可以回長 你這個這麼小 應該是可以得到所有人 做芭樂的時候 就43%得行 就是說我每天都43% 43% 這傻瓜肥料 當然是不好 但是呢 他就沒有什麼不容易出錯了 所以你如果是說不了解 反正我就43%得行 反正還沒出問題 有很多人很愛這樣去做的觀念 就是說好像就不太容易出錯 所以他是這樣下去做 所以你如果一開始沒辦法 你也可以算 這樣是一個容易成功的路 雖然不一定有品質 有辦法做得很好的 但是呢 你也可以做得很平順 所以這個 固定是這樣 差不多開花錢 我們就有那個 肥包的時候 把他放一遍 調割之後 把他放一遍 他放在床 再用一遍 一遍你都把他放一遍 不要坐 不然我們再補 其實在台灣 我們看到的 很少因為不夠肥 放不起來 很多都是肥太多 他衝得不出來 所以你用這樣來做調整 放鮮菌 這個時候開始就要用 肥人不要用 春的這個時間 你都可以 可以在多少他們用一塊 可以減少到這個 散糖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多 沒關係 我們有機會 更加聽到朋友說一下 如果肥包 肥包 如果是他有客規的 一般來說 對散糖是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呢 有時候他會讓你的 巴勒比較緊張 比較緊張 就比較容易含海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哼